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正需要人才 曹副爷 你一定要推荐人才 人才有 有 有 比如 少德爷 行 朕将有一个好职位 让他发挥才干 他 当年太上皇 也是看得上我的眼里的 左仆爷 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陛下亲口所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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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是 左仆爷对我的恩典哪 记住就好啊 我愿为左仆爷门下效力 你也真上 你住我什么呀 住左仆爷 人脉亨通 说得好 最近这些日子啊 金官 舟官都在长安 人心慌慌啊 只因为 右仆爷的什么 考核啊 裁剪哪 今天 右仆爷还在陛下面前立下军令状 说 裸乱 他则请辞有仆爷 让出吏部尚书 你是闲散之人 以前的同僚之中 如果你能够 鼓动他们尚书 走 我不会亏得你的 做仆爷真是好严厉 用到我的成处了 你说这考核前 有这么多事 这考核后 还是这么多事 何必考核呢 这这这这这 说的是啊 升迁考核一下 无可非议 这日常为官 哪里需要考核啊 是啊 来来来来 喝酒 喝酒 来 喝酒 哎呀 升迁哪 靠的不是考核 靠的是人脉啊 为官 还是武德年间 好过呀 嗯 贞观新朝 也未见得 就需要什么改动啊 这一动啊 就乱了 你说如今朝廷大事 是赈灾呀 召集官吏考核 这不乱上加乱 万一 草原十八部 再来生事 那是乱上加乱 再加乱哪 哎呀 哎呀 我是到现在也没想清楚 当年太上皇受我官职 哎 我虽无政绩 可也没出错呀 嗯 听说这次考核是为了 才彻官吏 哎 我要是过不了考核这一关 意思就是说 太上皇受我的官职 那就没了 哎呀 这这这这这 我是听说啊 当年秦王府的人 想自己人出头 哦 哦 我听说呀 嗯 是又蒲叶的主意 又蒲叶是陛下的大舅子 哦 又听说 长孙皇后 并不喜欢她这个哥哥干政 说不定这个事啊 陛下其实不明白 嗯 哎 哎 你是外州人 这消息 倒是很灵通啊 哎 做官不就是听来听去 说来说去啊 尤其到了京师 消息就更快了 差不多都知道了 这么说 是有蒲叶 要换自己人的 这 这就不对了吗 这 这 这是要换人脉啊 武德的人 这换上贞官的人 外戚干政 这向来都是乱源 哎呀 不好办哪 不好办哪 哎 就没有一个人 跟皇帝陛下说说嘛 哎 我听说 没有啊 这 哎 哎 哎 京师都议论成这样了 应该是民意了 既然没有人上告陛下之 我们何不上书陛下呢 好 哎哎 哎 嘿嘿 不过 这件事情 可得小心哪 哎 这么大的事弄成这么乱 你们不敢 我来写 嗯 好 诸位 可都听见了啊 陛下万一要是不高兴 追查下来 各位 何以自处啊 嗯 早晚是车 不如说个明白 来 朝廷要乱 无忌 看来我要出来说话了 陛下要做 就做到底 看来当初我们想得简单了 让根源 再裴继 是啊 一张大饼 谁懂吃 现在不让他们吃了 就是为了他自己 他们也会反对 不光裴继一个人 还要让其他人吃 这是吃多吃少 这是吃多吃少 朕有儿子 可惜 都还年幼 又不业长孙无忌 对朕来说 实在是有莫大的功劳 朕信任他 就像 新人朕的儿子一样 朕接到上书 说 幼仆叶 权力太高 朕对他 宠信过甚 朕以为 这是外人 离间我们的亲近 是 又不业的考核 武德前朝的官吏那是 首当其冲啊 裁撤之后 岂是朝廷无意为支持 请问怎么办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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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在座的 没有什么人觉得自己是容颜哪 对呀 所以要考核吗 陛下 人心浮动 是朝廷大计 就是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 对对对 真是 对对对 各级官吏得考核不满 朕以为 考核标准 可依可论 但是 考核 不能免 朕以为 右蒲业有结党营私之嫌 朕以为 改命左蒲业 主持考核 无可议论 你们 不信任右蒲业 那么 左蒲业 也要避嫌 这样吧 由 中书令房玄灵 秉公办理 你要尽快梳理 立部名策 选出 可以留的人 必须裁撤的 还有 可裁可不裁的人 由此制定考核标准 而不是先制定考核标准 然后以此来裁撤 可裁可不裁 怎么一个标准呢 其实标准早就有了 只是反对的人太多 我轻视了 可裁可不裁 就是说 裁 朝政不能支持运转 那就不裁 裁 朝政可以支持运转 那就裁 裁 明白了 我要撤免 吴稷的职权 这样 你就好做人了 佑蒲业说过 若乱 则辞去佑蒲业 让出吏不尚书 要是 诶 你叫庄陆 啊 你 要了 你把他导演 快呀 太好了 你轻青吗 乱了吗 又不也这么说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事乱哪 还不够乱吗 朝臣官吏 人心向背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不练位 不过 不过疾风织尽草 朝廷人脉 这次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就好办了 又不也 你好年纪啊 这治天下 不比咋天下 幻徒奸险 我可是走过来的人了 有的叫你呢 我已经领教了 不过 也都让我看清楚了 陛下 陛下 我请辞幼仆业 和吏部尚书 燕儿有信 啊 你 可做 朝臣的表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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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见了 你 会 对 不过 我早就说过 外戚干政 你的下场算是好的 妹妹 这次你放心好了 我说过 我不干政则已 我要是一干政 就要有所获 你有什么所获 那么多人都烦你 差点连累陛下 我怎么会连累陛下 孔子说矫枉过正 要拔出裴继这一人脉 我必须把事情做过头 那事情才能做到七分 我要不冲过头 事情就只能做到两分 你看着吧 此次免了我的幼仆业 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七分 本来我是想做到十分的 不过现在做到七分 足够了 为了陛下 值得了 朕看不出啊 除了读书 你干政也是一把好手 真官就要有真官的样子 圣旨 公元六百二十九年 贞官三年正月 李世民宣布 朝廷裁撤结果 全部中央官员 六百四十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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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样喽 太上皇啊 老臣对不起你啊 你 你给我起来 臣对不起太上皇 你去 去去去去去 人家把他给我扶进来 不该有劳监狱 你自己去去去去的 你去去去去 帝家 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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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太上皇 武德朝 真的就这么完了 武德朝 你说的是武德朝吗 老臣说的正是武德朝 你知道 知道 你这样说 该当何罪啊 你说你该当何罪 就朝老臣 就剩裴弃一人 怕也是做不成了 武德朝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还记得呢 走 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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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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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是玄奘法师吗 请 法师请 这就是高昌的王宫 请 这就是玄奘法师 快请 请 请法师 请法师入座 早年和你们的祖父 有利长安和洛阳的时候 虽然也感慨于中原的繁华 但最让人触动的 却是长安城中的学者和高僧 这其中 玄奘法师 未亡最高 当时我就在想啊 如果我们高昌 能出一个 像玄奘这样的学者就好了 可如今 玄奘竟然亲自 来到了高昌 法师 为何要去西方佛国 我在中原时 曾拜许多高僧为师 却没有完全解开 心中的许多疑问 连法师心中也有疑问 佛法无边 陈世忠 有谁敢说自己心中 没有疑问呢 大唐的高僧 都不能解答这些疑问吗 经典中 有很多模糊之处 大唐各地的高僧 有很多种理解 各执一词 互相争论不休 我想 只有见到了经典的原文 才能解除心中的疑惑 所以 我想去西方佛地 将梵文经典 取回中原 我心中也有许多疑问 法师 能给我 讲解一下吗 僧人 本来就是 要向世人 宣讲佛法 陛下心中有何疑问 请尽管问 但不法师的行程 我心中愧疚 准备了一些东西 希望能给法师的西行之路 省去一些麻烦 给法师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为法师西行准备的物品 都清点过了吗 为法师剃度了四个沙弥座随从 缝制了袈裟三十套 西方寒冷 所以又特别做了手套和靴子 行李里装了黄金一百两 铜钱三万 灵级捐五百匹 够法师来回二十年所用 另外 有马三十匹 图人二十五人 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 请沿途二十四国照顾 每一封书信 付零一匹 作为礼品 申谢陛下厚恩 这是供养 这是供养 陛下 有这么大面积的蝗灾吗 有这么大面积的蝗灾吗 关上 关上 是 不好了 不好了 又来了 又来了 这些全是 你看 大家别慌 真是 找尚书的时间和周线 先登记再查证 快 是 这是你的 给你 拿好 拿好 来来来 这是你的 拿好 拿好 都有了 无知的人们哪 不要再喊蝗虫了 给你 那是天君 这是你的 代表佛的意志 来惩罚最弱的人类 别着急 来来来 都有 自以为师的人们 赶快决心吧 给 给你 好 这是你的 拿好 拿好 不许痛苦 拿好 拿好 虽然上报的资料 车在斗梁 不知为什么 许多州上报的资料 多有重复 有什么特殊的吗 只有豫州刺史席便 上报的资料说 本地没有蝗灾 并说附近州 其实也没有蝗灾 这里有问题 朕接到了报告 有的说 这次蝗灾 是天怒 是人怨 有的说 已经很多年 没有这样的蝗灾了 让我们好好地检讨 我们的朝政 还有的说 前些年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灾害啊 漢代的时候 发生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 确实是由宰相出来承担责任的 但是发生这种自然灾害 也需要检讨需要负责的话 那会发生很多问题呀 比方说 多大的灾难和多大的官员要联系在一起 要规矩起来 那 不胜其烦哪 虽然自古把发生自然灾害 和执政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由来已久 可是这不能成为我们的阻碍啊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如何解决蝗灾问题 荒灾并没有那么严重 除了关中地区之外 其他地区多是跟着启哄 长安西市有个和尚 兴风作浪 他即便不是造谣者 但肯定是传谣者 好 让强蛮鸡去查 人只是可怜的小虫子 自以为师的人们 赶快觉醒吧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不要再与上天作对了 你们的罪孽还少吗 裴继希望灭黄失败救灾失败 一证明自己是上天安排的 哦 法雅的事情也清楚了 他的背后也是裴继 手间法雅 上门法雅说 你知道妖艳 现在法雅已经复发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臣只听法雅说过何时有瘟疫 没听他说过别的什么 是吗 把卷宗给他看 你身为做仆役 朝廷重臣 如此行为 陛下 只能免除你的官职 没有别的办法 回你的铺着老家去吧 陛下能否许臣住在京师 是 让你回老家 已经念你是武德老臣 朝廷议论说 对你的处罚应该是流放 你年纪大了 流放等于死刑 还有 虎德年间 朝政刑法错落百出 既旅松弛混乱 你就没有责任 许你留在京师 你的人脉 说不定 又会弄出什么事情 依照你的功劳 怎么可能升迁到如此高位 你只不过 蒙受太上皇宠爱 问五百官中侥幸举敌 因为 你是昔日旧部 不忍心依法处振 你能活着回老家 已经是万幸了 谢陛下 来 太上皇 来 来人 是 把闻人叫你 是 魏大人 陛下请您 伟长 朕看你没有用心欣赏了 你在想什么呢 臣也在想音乐的事情 什么事 臣看到月宫如许多人 自然就想到了烂鱼冲树的故事 烂鱼冲树 其实烂鱼冲树也没有太大的危害 但是如果他在其中胡乱吹奏 那结果会如何呢 那子人是乱作一团了 在内部乱成一团 而当中究竟是谁乱的呢 欣赏者能听得出来吗 仔细查一查 也许但是一时半会儿听不出来 于是时间就这么拖延下去了 一取管竹都没什么 如果是朝政如此 那可就麻烦了 古代历来是厉害了 都这么久了也不给朕一个答复 什么意思 见内不同意 什么不同意 他不同意朕的意思 不瞒陛下 他说 如果我要接受陛下的赏赐的话 他要去寻死 好 你这夫人不好惹 行 既然他要寻死 让他到这儿来寻死 来啊 陛下 把魏征夫人叫来 等等 你过来 在 去 去 是 魏征 你好像有话要说呀 陈耀说的是 这 这太极池乃圣洁之地 女人来了 污惠圣地 恐怕不妥吧 这话你就说错了 这地方来过女人 我看没什么不妥 你这夫人能到这儿来 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我 有请 魏夫人到 拜见陛下 魏征 这就是尊夫人 是 第一次见到 看上去像个贤淑的贵妇 你为什么要跟朕对抗呢 陛下有什么意愿吗 朕听说 朕赐给你的夫君美色 你反对 我是反对 这朕就不明白了 朕赏赐你的夫君 他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朝政大事 我不插嘴 但家里的事 是我说了算 哦 是吗 但是朕赏赐你的夫君 这应该是朝政大事 你不该管 可这也是我们家的事啊 这可就麻烦了 即使你的家事 又是朝政大事 那是你说了算 还是朕说了算 魏征 你来决定 陛下不必再为难我夫君了 陛下的话他不敢不听 我的话他也不敢不听 这个决断他是做不了的 朕的话你听吗 陛下对我有什么要求吗 还是那句话 朕赏赐你的夫君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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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